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经典恐怖电影《追鬼七雄》 因为其写实的风格 这部电影可能是许多小伙伴的童年阴影 好了 我们废话少说 开始今天的解说 故事发生在湘西的马祥平 湘西素来以赶尸为特色 自古以来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天的晚上 两个身穿道服的法师赶着尸体来到了马祥平 接着几个法师被小斌拦下 毕竟在那个年代 任何不起眼的人都有可能进行走私 可是小斌又不能真正的去搜查尸体 最终还是让他们通行 碰巧今天是苗老爷的大寿之日 来宾大多都是有钱有权之人 而苗老爷却迟迟不肯出面 镜头一转 苗老爷独自站在房间 看着门外漂亮的歌女 即使歌女已经结婚 身段依旧迷人 苗老爷觉得比自己的几个姨太太都要强 接着苗老爷为了留下歌女 便想出了一个歪点子 他命人将歌女带到了花船里 留下歌女的丈夫在外等待 不久船里传出了女人的尖叫声 门外的丈夫听到 便不顾一切的冲进去 打向了侵犯妻子的镇长 结果丈夫反被镇长控制 以丈夫的命要挟女子脱掉衣服 等到女子慢吞吞的脱下衣服后 丈夫已经被镇长给杀害 而另一边 进入镇子的赶尸队住进了客栈 接着几人便不再假装尸体 坐了起来把粘在身上的鸦片撕了下来 虽然小队确实有赶尸了一点本领 但走私可比赶尸赚钱多了 几人才决定走私赚钱 不久后镇长赶到 拜托赶尸队的道长送走自己得了麻风病的弟弟的尸体 其实尸体就是戈女的丈夫 而道长为了不泄露走私的秘密 也只能答应下来 看着被白布紧紧包裹的尸体 众人也感到了怀疑 但麻风病传染性极强 如果是真的 一旦拆开了白布 后果十分的严重 所以几人都不敢打开白布 决定出城找个地方就把尸体给扔了 接着众人就连夜出城 结果遇到了巡逻队长把守大门 而巡逻队长一眼就看出 尸体的数量不对 跟之前相比多了一个 接着队长拿出了蚂蚁 倒进了尸体的衣服里 要是有声音喊出来 那肯定不是真正的尸体 好在小队仍然通过了考验 离开了马祥平 但几个人很快又遇到了麻烦 有两个人不小心陷入到了硫磺池中 越挣扎是越无法逃脱 不一会儿体重轻一点的阿英 就被同伴救了回来 但是绑着尸体的阿壮却非常的难救 最后阿壮解开了尸体 尸体沉入了硫磺池 才把他拉回了地面 不过这样众人也省去了丢尸体的时间 直接找到了家客栈休息 接着几个假道长跟客栈的老板攀谈了起来 这时美丽的老板娘走了下来 好色的道长胖子看到美女便两眼八直 夜里胖子悄悄地来到了浴室 老板娘正在这里洗澡 而与此同时 沉入硫磺池的尸体发生了尸变 从里面爬了出来来到了客栈 另一边胆小的阿英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厕所 叫来了同伴瞎子陪着自己 而此时尸体正在鸡棚里吸鸡血 然而就在阿英和瞎子背对着交谈时 瞎子被僵尸杀害 而阿英并没有发觉 直到阿英走出茅厕 才发现瞎子的头被扭到了朝着后背的方向 而浴室里 胖子正忙着和老板娘暧昧 并没有发现外面发生的事情 不一会儿 赶尸队的几人便都赶过来查看同伴瞎子的尸体 众人发现真正致死的是瞎子胸前的抓痕 而头是死后才扭掉的 接着喝醉的老板来到了浴室 非要看老板娘洗澡 而胖子吓得掉进了老板娘的浴桶 伸出了两条腿 进来的老板以为是老板娘的腿 便帮老板娘刮去了腿毛 这时窗外出现了两个黑影 老板和老板娘被吓得晕了过去 原来黑影是赶尸队的同伴 过来把胖子救了出来 随后赶尸队的众人讨论着瞎子的死因 但却没有什么头绪 第二天早上 胖子和阿英在楼下吃饭时 听到有人说 昨晚猪棚死了很多的猪 死掉的猪都被吸干了血 并且还有一股硫磺味 两人听到这些后 来到了出世的人家的附近 想要寻找一些线索 接着就在旁边的树林中 他们发现了很多洒落在地上的雪水 但奇怪的是 雪里还有硫磺味的泥土 两人推淡是凶手身上的泥 一边走一边吸猪血才会这样 随后他们顺着树林进入到了深处 找到了一座废弃的石塔 凶手就藏匿在这里 然后两人回到了客栈 与剩下的几人一起决定杀死凶手 为瞎子报仇 通过硫磺和其他的线索 小队已经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僵尸 僵尸最怕皇甫 王还有童子尿 小队准备齐全了后就来到了石塔 而石塔的内部很大 众人必须分头行动 约好有危险就学挖脚 这样不会惊动僵尸 接着安音阿壮两人遇到了僵尸 便学起了挖脚 可是声音太小 其他人根本听不到 还好两人躲得隐蔽才没有被发现 不久胖子遇到了正在吸血的僵尸 接着胖子用绳子 吊着装了童子尿的瓦罐 一点点的接近僵尸 想要倒在僵尸的身上 可是碰巧同伴走了出来 瓦罐却就把同伴给砸晕了 而且还吸引到了僵尸 然后僵尸就不断的靠近胖子 胖子无奈只能跳了下去 还好有同伴用网接住了他 第二天 小队来到了石塔寻找同伴 可是晕了的同伴已经消失 只留下了一片血迹 与此同时 镇长自从经过那件事后 经常做噩梦 便让手下去找个伐尸来作鬼 而另一边 赶尸队沿着血迹找到了一处洞穴 希望能找到同伴并消灭僵尸 而麻烦的是 童子尿和鱼网已经被毁 只剩下了皇甫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这时阿英挺身而出 说自己没有碰过女人 这下童子尿是又着落了 随着众人继续深入 他们发现这里原来是一个皇帝肘 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同时也有很多的机关 接着小队的成员不小心碰到了机关 洞穴立刻震动了起来 石像纷纷倒塌 于是几人被吓得躲来躲去 也没心思寻找僵尸 然后其中一个同伴四眼 被老鼠咬上脖子 情况危机 几人必须先找到出去的路 接着胖子让阿英留下 自己和另外两个人分头寻找出口 然而他们离开后不久 阿英听到了一些声音 循着声音发现了一个洞口 于是阿英用绳子的一头缠着自己 一头缠着石柱爬了进去 结果阿英不小心掉了下去 好在有绳子拉着 还不至于跌落到底部 而僵尸就在这里 被吓到的阿英立刻拿着黄斧乱丢 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而一旁的四眼听到喊声也爬了过来 同样也不小心掉进了洞穴 还好阿英及时抓住了四眼 才没有掉下去 而阿英的力气很快耗尽 僵尸抓住了四眼的腿一挥 四眼被砸在石头上当场死亡 这时找出口的两个同伴也回来了 见到僵尸便冲了上去 但却没什么用 僵尸很快也杀害了两人 到这里小队只有胖子和阿英活了下来 接着胖子慢慢的把阿英给拉了回来 而另一边 镇长找来的法师已经布好了法阵 僵尸最恨的人就是镇长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小镇准备复仇 而一开始法师打算烧死僵尸 但火焰没有伤害到僵尸 接着僵尸冲出了火焰继续靠近 法师拿出金钱剑刺向僵尸 却根本插不进去 反而自己还被反弹到树上给撞死了 天亮之后阿英和胖子赶了过来 两人都觉得僵尸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本事 于是镇长便交代了 死的不仅仅是一人的丈夫 他的老婆也自杀了 但是心狠手辣的镇长 不可能让这件事传出去 于是两人便被镇长当作诱饵绑了起来 镇长还在桥上安装了炸弹 只要僵尸碰到他的老婆就会被炸飞 然后镇长便待在船里等着 不久后僵尸出现 阿英和胖子互相配合脱离了危险 而船上的镇长和剩下的几人都被僵尸杀死 报完仇后 僵尸来到了老婆的旁边抚摸老婆 此时机关释放 炸弹爆炸 瞬间灰灰烟灭 故事的最后 两人再也没有办法靠走私赚钱 便做了神父给人驱魔 结果上来就遇到了魔鬼 恐怕两人的发财梦是不会实现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也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喜剧僵尸片 而且这部电影也是不少小伙伴的童年阴影 现在回头再来看 是不是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本片整体的紧张气氛营造的不错 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歌女和歌女丈夫深厚的感情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看看原片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